好 我们谢谢河中 美国是否对叙利亚动武 还要看国会表决结果而定 而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 最近独家取得了中情局 所提供给参议院的化验 显示大批叙利亚的民众 遭到了化武攻击之后的惨况 不过叙利亚的总统阿塞德 接受了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否认有下令使用化武 而另外有消息指出 叙利亚的化武的原料 是由英美两国所提供的 好几名叙利亚男子 躺在地上不断地抽搐 还有人口吐白抹 许多的儿童则是发抖抽动 还有人的双手不自主地高举在空中 根据影片叙述 这是8月21号 叙利亚民众遭到化武攻击后的惨况 CNN独家取得了13支 美国中情局提供给参议院 情报委员会 有关于叙利亚化武攻击的引带 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画面的真实性已经过证实 虽然画面显示 民众遭到化武攻击 但仍无确切的证据显示 是由叙利亚总统阿塞德来下令 为了争取国会支持 欧巴马总统预计在10号发表演说 参议院最快可能在11号表决 众议院则是要等到下周 虽然美国攻击已经建在弦上 不过阿塞德否认发动攻击 而根据德国情报显示 21号的化武攻击 是政府军私自动手 没有经过阿塞德的同意 另外根据英国媒体报导 英国政府曾经同意 两家英国公司出口可制造 沙灵毒气的伏化纳到叙利亚 一些美国公司也牵涉在内 英国部分议员表示 这项发现显示武器管制程式 已经出现严重漏洞 沙灵文 全成辉总统部报导